来关于天气了 今天说到东北季风影响 清晨各地有秋凉的感觉 加以北汉宜兰花莲 低温大约19到21度 其他地区22 23度 白天桃源以北 以及宜兰气温稍微的回升 高温大约23 24度 竹苗以及花冬 可以来到约26到28度 而中南部高温又更高了 可以到31 32度 不过今天一样是要留意 日夜温差会比较大 降雨方面迎封面的 桃源以北东半部 以及恒春半岛 都还是有局部的短暂雨 其中可以看到 既用北海岸跟东北部 降雨时间会比较长 东北部地区 还有可能会下局部大雨 而新竹以南 大部分都是多云稻齐 午后山区 有一些局部的短暂暂雨 为了天气走向 就要看到周四周五 东北季风会稍微的减弱 北部和东北部气温 就可以稍稍的回升 不过再既用北海岸 跟东北部还是有雨 桃源以北东部以及东南部 也有局部的短暂雨 其他地区就是多云稻齐 午后中南部山区 有局部的短暂暂雨 而到周六开始 受到南方低压云气的 北宜影响 大致上呈现 东雨西晴的天气形态 周日净用北海岸和东北部 可能会有局部大雨 下周一 北部跟东北部天气转凉 而到了下周二 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 会再降温 北东的天气都比较凉 另外注意到本周的热带 洋面上蠢蠢欲动 吕宋岛的东北方 最接近我们的低气压 将会西移进入吕宋岛 发展的空间比较有限 不过位于菲律宾 东方海面上的低气压 未来可能会持续发展 周末将逐渐地接近八十海峡 低气压的云气会北上到台湾 配合东北风 为北部和东半部带来降雨 尤其在东北部 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 小丁宁就提醒大家 北部天气凉 注意要增添衣物 周南部日夜温差大 早晚偏凉 接下来带您关心 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探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